2016年5月23日 美国洛杉矶一名美艳动人的乌克兰女模 在进入男友家中后离其失联 三天后 警方终于在其男友家中发现了失联女子 然而此时的她已经不幸遇害 她惨烈的状态也吓坏了在场的所有警察 只见女子的头皮和部分面部皮肤诡异消失 就连血液也被残忍抽干 而谋害她的凶手不是别人 正是她相恋两年的男友 她作案的原因也让所有人感到头皮发麻 2016年5月25日的清晨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杉矶 一个满口俄语的中年女性 焦急地拨通了报警电话 因为语言不通 她足足等了几十分钟才等来了翻译人员 并向警方说明了紧急情况 报警的女子说 自己名叫奥加卡西安 来自乌克兰 她的女儿伊安娜 在两天前进入男友布莱克的公寓后 就再也没回过家 不仅如此 伊安娜的亲朋好友根本联系不上她 这对伊安娜而言是一件很反常的事 因为就在5月3日 伊安娜刚生下了一个女婴 初为人母的伊安娜 基本每天都会回家陪伴女儿 但现在的她却已经失联两天了 因此 奥加怀疑女儿可能被布莱克囚禁了起来 或者已经遇害了 接到报警电话后 当地警方立即和奥加一同赶到了布莱克的公寓 但他们在公寓的327室门前 反复呼喊 敲门 都没得到任何回应 之后 物业也出面帮忙 拨通了房间的内线电话 但也没人接听 虽然现在的情况有些可疑 但洛杉矶警方也不能确定 公寓内一定发生了紧急情况 于是警方并没有选择立即破门 直到第二天 当327室的门被物业用备用钥匙打开后 在场的所有人才察觉到了异常 门刚被打开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从房间里飘了出来 而物业人员在打开门锁之后 发现门内还挂着防盗脚链 这说明房间内分明是有人的 之后警方立刻破坏脚链进入了房间 但发现公寓里的客厅空无一人 陈设杂乱 在次卧的房间里 还有一滩干涸的血迹 最怪异的房间是主卧 因为主卧的门被反锁了 警方在试图攻破时 又发现门后被挡了东西 根本进不去 就在警方束手无策的时候 一个形色匆匆的男子突然闯进了公寓 男子告诉警方 他是布莱克的朋友 就在不久前 他收到了布莱克的求助短信 布莱克说 他正经历着痛苦的折磨 需要朋友赶来公寓帮助自己 布莱克朋友的到来 让主卧终于传出了布莱克的声音 守在门口的警方 也终于找到了突破点 警方让布莱克朋友劝他把房门打开 于是在朋友的劝说下 布莱克终于移出障碍并打开了房门 就在主卧被打开的一瞬间 一股更加刺鼻的血腥味飘了出来 警方发现卧室的床上 有一个人形的隆起被一床毛毯盖着 掀开毛毯后 警方终于见到了消失的伊安娜 但此时的伊安娜已经面目全非 不仅头皮和右脸的皮肤组织消失不见 脸上还残留着很多咬痕和瘀青 这害人的场面吓坏了在场的所有人 失踪多日的伊安娜已经遇害 并在遇害前则遭遇了非人的折磨 那么在这几天里和他一起待在这个房间里的布莱克 无疑是最大的嫌疑人 在发现伊安娜已经遇害之后 警方仔细搜证了这间公寓 并在卧室的地面 卫生间等多个位置 减出了大面积的血液残留反应 除此之外 警方还在公寓地下室的垃圾桶内 找到了多达11个装有代血床单 浴巾 刀具等物证的垃圾袋 这些物证上残留了布莱克的大量DNA 而且在被害者的多处伤口中 也都找到了他的生物信息 因此即使布莱克拒不交代犯罪经过 警方还是立即将布莱克带回了警局 另一边 法医也开始对伊安娜的遗体进行检查 法医出具的尸检结果表明 伊安娜是在23日到26日之间遇害的 也就是说伊安娜在抵达公寓后不久 就惨遭毒手了 而伊安娜的死因是失血过多和头部外伤 在被警察发现的时候 伊安娜的血已经被布莱克放干 更为可怕的是 在殒命之前 伊安娜至少已经经受了长达8个小时的折磨 也就是说伊安娜几乎是被活活折磨死的 这起案件的惨烈程度极为罕见 调查这起案件的警方也不禁感到疑惑 布莱克究竟为何要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女友 她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呢 布莱克雷贝恩于1981年5月8日 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一个富裕家庭 她父亲诺恩雷贝恩曾是加拿大的运动员 后来又成功转型 成为了一名房地产大亨 她的母亲艾利诺雷贝恩则出生于商业世家 名下有着雄厚的资产 身份十分显赫 虽然布莱克父母的婚姻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名存实亡了 但布莱克从来没有为经济问题而犯愁过 因为没有经济压力 布莱克从小就开始热爱各种艺术 他的家人们也十分支持他的艺术事业 于是2004年 布莱克怀揣着自己的艺术梦 来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在这里他尝试了许多文艺工作 比如小说家、编剧、漫画家和导演 然而虽然布莱克产出过不少作品 但这些作品的市场反响不是很好 也没给他带来什么收入 所以布莱克还是会每个月从父母那里 领取大约2万美元的生活费 在父母的资助下 布莱克的事业还算稳定 收支也还算平衡 于是他又开始为自己寻觅起了女朋友 很快布莱克于2006年 认识了他的第一任妻子阿曼达 在相识不久后 他们就迅速地坠入了爱河 到了2011年 布莱克和阿曼达结束了他们长达五年的爱情长跑 携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 在刚结婚没多久的时候 布莱克和阿曼达的感情还是像以前那样甜蜜 他们在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 就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然而 在接下来几年里 布莱克陷入了一场财产纠纷当中 这让他的情绪开始变得愈发的不稳定 2011年 布莱克的母亲病逝 虽然他将多数固定资产全都留给了布莱克 但却将宁夏更具增值价值的股票和债券 留给了布莱克的哥哥科迪雷贝恩 母亲的这个决定让布莱克感到无比愤怒 于是布莱克当即上诉要求 作废母亲的遗嘱 但这一申请却被法院驳回了 败诉后 布莱克就开始一举不振 他不仅终止了自己热爱的漫画项目 还经常对自己的妻子阿曼达大呼小叫 2015年的夏天 布莱克终于离开了家 并与阿曼达提出了离婚 而此时的阿曼达 正怀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 一开始 阿曼达以为布莱克是因为财务危机和情绪问题 才向自己提出了离婚 然而 两人的共同好友告诉他 他的丈夫布莱克早在几个月前 就出轨了一名乌克兰女模特 而这名女模特正是伊安娜·卡西安 与布莱克富有的家庭相比 伊安娜的身世背景则显得十分普通 他于1986年1月27日出生在乌克兰基辅 在乌克兰时 伊安娜进入大学学习了法律 并在毕业后成为了一名税务局的检察官 到了2014年 伊安娜怀揣着自己的美国梦来到了加州 并在加州开启了自己的模特事业 在来到加州一年后 伊安娜就在工作中认识了布莱克 布莱克很快被这名年轻靓丽的女模迷住了 而伊安娜也被布莱克英时的经济条件吸引了 就这样 二人双双坠入了情网 并自此开展了他们的地下恋情 两人相识后 布莱克似乎十分宠爱伊安娜 他经常带着伊安娜一起旅行 并给她送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礼物 而伊安娜也一度以为自己的美国梦就快要实现了 伊安娜来到这里定居 就是想找到一个富有的白马王子 并与她在这片土地上生儿育女共度余生 也正是因为这样 在两人恋爱不久后 当伊安娜发现自己怀上了布莱克的孩子时 她感到十分高兴 而布莱克也同样无比兴奋 她迅速抛弃了自己怀有身孕的妻子 并与伊安娜定下了婚约 然而此时的伊安娜完全不知道 她眼中的白马王子布莱克 其实是一个抛弃弃子的渣男 让她更没想到的是 正是她的女儿为她带来了杀身之祸 2016年5月3日 伊安娜生下了女儿戴安娜 在伊安娜生产之前 她的母亲奥加就从乌克兰赶到了美国 来照顾伊安娜 在戴安娜出生之后 奥加更承担起了照顾外孙女的任务 而初为人母的伊安娜更是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陪伴女儿和母亲的身上 但这一点却让布莱克感到十分不满 由于伊安娜常常需要照顾女儿 她出入布莱克公寓的次数变得越来越少 在布莱克家中停留的时间也变得越来越短 渐渐的 布莱克觉得自己在伊安娜心中的地位大不如前 甚至开始怀疑伊安娜根本不爱自己 而是只爱自己的钱 不仅如此 由于伊安娜刚刚生产过 所以她根本不能与布莱克发生关系 这让布莱克感到无法忍受 于是布莱克联系上了自己之前的一位情人 并与她发生了关系 然而 由于布莱克与她的情人之间也经常吵架 所以在发生了关系之后 布莱克的情人以性侵罪的罪名控告了她 她也因此进了监狱 布莱克的这次入狱 让伊安娜终于有机会看到了她的另一面 原来 布莱克根本不是什么专情负责的好男人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 但深陷情网的伊安娜 还是从没想过放弃这段感情 伊安娜根本听不进妈妈的劝 她还是在布莱克被保释出狱之后 回到了布莱克的身边 可此时的伊安娜根本没想到 等待着她的将会是布莱克爆发的占有狱和支配狱 为了不让伊安娜回到女儿的身边 布莱克选择用盾气击打了伊安娜的头部 并在伊安娜丧失了反抗能力之后 慢慢地将伊安娜折磨至死 这桩案件的细节在被媒体披露之后 很快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布莱克如此残忍的作案手法 让不少人感到震惊和疑惑 人们还是想不通 布莱克到底为何会用这种野蛮的手法 来谋害自己的女友 对于这个问题 警方在布莱克此前出版的一本漫画当中 发现了一些端倪 原来早在2010年 布莱克就出版过一本名为综合症的漫画 虽然布莱克并没有亲自执笔作画 但他作为策划者 给画手提供了主要情节设计和作品构思 这部漫画讲述了 一个科学怪人通过实验 探索连环杀手的大脑和思维的故事 为了测试连环杀手的真实反应 漫画当中的科学家 不得不一次次谋害他人 于是这名科学家在追寻所谓的科学真理时 也渐渐沦为了一个冷漠的杀戮机器 但科学家却毫不自知 甚至开始以此为乐 在这部漫画当中 最吸引人眼球的地方 就是一个与布莱克作案手法 十分相似的场面 在这个场面中 一个女人被斩首并放血 这些似乎都在表明 布莱克对伊安娜残酷的折磨 可能并不是一次激情犯罪 而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实验 在这场实验当中 布莱克释放了自身的邪恶欲望 他压根就没有考虑过 眼前的女人是他的未婚妻 更是他孩子的母亲 2018年6月20日 布莱克被法院判定 犯有一级谋杀罪 酷刑罪和严重伤害罪 整个庭审过程 在短短的三个小时内就结束了 虽然布莱克的律师在庭上 极力主张他本人在作案时 精神状态不佳 但警方当庭出示的证据 均显示布莱克作案时思路缜密 即使在他拒绝提供任何口供的情况下 有力的证据闭还 也已经足够将他定罪 2018年6月26日 布莱克被判处终身监禁 不得假释 除此之外 他还需要支付给受害者家属 共计4200万美元的赔偿金 今后的漫长余生 他应该只能生活在加州的监狱中了 至此 布莱克终于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惩罚 而布莱克曾经的亲人们 也翻开了新的人生篇章 案发之后 阿曼达带着自己的两个孩子 开始了隐性埋名的生活 他尽力地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远离公众视野 而伊安娜的女儿戴安娜 也被外婆奥家带回了乌克兰生活 事已至此 我们只能希望孩子们 能够在一个健康和温馨的环境下成长 不要因为父亲的罪孽 而背负沉重的枷锁 对于这桩案件 你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互动讨论 如果喜欢咱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订阅频道哦 打开小铃铛 第一时间接收上新消息 感谢收看本期超级侦探 听离奇案件 品百味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